瑞瑟香农会配合农业部推动开办绿色照护站成效卓著 更深受农村长者们的喜欢 在元宵过后新年度的绿照站也正式开学了 不少学员相当开心 纷纷表示终于又可以来上学吸收新知 而农会三巨头也分别分送了小红包当作开学礼 祝福每一位学员长辈快乐学习 过完新年元宵后 瑞瑟香农会绿色照护站开学了 学员长辈们开心又欢喜 异口同声的表示 终于又可以回来上课 和老同学们一起共餐共学 我今天很愉快 很快乐 因为我们来这边的目的就是为了 让自己健康跟快乐 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参与 好好的学习 很高兴 看到很多新同学新面目 尤其我参加了已经第四年了 好高兴了 终于等到开学了 那是最快乐的一期 学员长辈们高举双手迫不及待 要来上课不是没有原因 2020年农业部正式推办绿色照护站计划时 瑞瑟香农会就抢下绿照站示范点的投降 并从隔年开始开办至今 成效卓著 更深受农村长者们的喜爱与欢迎 农会总干事黄胜煌 感谢老同学们全力支持绿照站的开办 并且也肯定绿照站老师们的用心与热情 今年有鉴于瑞瑟香65岁以上人口占比 在全化列线排行第三多 针对延缓老化失智 以及增强长辈们的肌耐力 黄胜煌表示 将会是今年课程的重点之一 我们在今年已经计划结核定了 像这边也要说一个 那个肌肉训练的部分 总训的部分 它不会去扛那个哑银 什么之类的 但是就是要把多月的肌肉训练 当然在走路在做什么 比较为别的 就是我会继续再开办 长辈照顾的这一部分 那也欢迎大家 再来参加 再来参加 配合农业部推办绿色照护站 今年迈入第四个年头的瑞瑟香农会 在开学典礼上 农会三巨头也分别分送了小红包 给每位学员当开学礼 祝福每位长辈 踊跃到站不缺席 健康快乐的来学习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